大家好,我是轩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三高克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祝贺它 三高是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多发于中老年来 很多人为此很困扰,但是由于现在精神压力过大 暴饮暴食,久坐不动等因素 三高人群呈年轻化趋势 今天就分享一款国医大师陈文博老先生的方法 一杯茶把三高通通管好 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玉米须 很多人都很爱吃玉米 但是玉米须可以沥水消肿,还有非常多的功效 第一,可以清热补水 用玉米须煮水后,不但可以引起补水的效果 还可以达到力量的作用 引用玉米须水可以补充体内所需的水分 也可以促进体内的灶热之气随着多余水分排除出去 所以夏天可以多喝玉米须水不但能够清热解暑 还可以降火除灶 第二,玉米须可以止血凝血 玉米须煮水后其中的营养成分可以促进人体血小板的凝固 增加血小板的数量,进而起到抵抗浓血的作用 所以有失血性疾病或者出血情况的患者 可以喝玉米须煮水来止血凝血 第三,可以利尿去水肿,还可以减肥 玉米须本身就是有利尿的效果,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当身体摄入足够水分之后,体内的滤氧化物和多余水分就会排出 这样就能降低组织内水分消除水肿的情况,起到减肥的效果 第四,降三高,玉米须中也含有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罩干类等等营养物质 这一些物质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糖,以及血液当中的胆固存含量 所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测的患者建议多喝玉米须水能够起到稳定病情的效果 第五,可以保护心血管,玉米须中的黄酮类物质有保护心脏的作用 此外,丰富的纤维素也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存浓度 进而预防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六,可以利胆 经常喝玉米须泡的水还可以增加胆汁分泌,减少胆汁中所含的有机物 也能降低其粘稠度,有力胆的作用 玉米须清洗干净,控水捞出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桑叶 桑叶是一种要用价值非常高的茶叶 人体血管没有办法充分的容纳血液的时候就会出现高血压 而桑叶里面所含的胺基丁酸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 经常喝桑叶茶,可以降低血脂还有美容减肥的功效 桑叶水具有六大功效 第一,可以治疗风热感冒 桑叶具有发散风寒的作用 对外感风热具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如果可以经常性的服用桑叶 能让发热引起的头痛现象得到缓解和改善 第二,去除肺热 如果因为肺热引起了咳嗽、鼻炎、肝脏等症状 可以通过服用桑叶来改善 第三,可以治疗头晕 桑叶茶能有效的缓解头晕的症状 这是因为桑叶茶具有清肝明目的效果 对肝炎上抗引起的头痛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配合菊花一起服用,效果会更加明显 第四,去脚气 如果有脚气的人可以经常使用桑叶来泡脚 不仅可以达到沥水消肿效果 也可以改善脚气 第五,去斑 桑叶茶还有非常好的去斑效果 如果女性脸上有色斑等现象 可以经常服用桑叶茶来洗脸 第六,可以降三高 桑叶茶含有氨基酸、多糖、生物碱 能够有效降低血脂、血糖、血压 对三高人来说是非常合适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三渣 三渣不仅是一种水果 它还是一味中药 它具有消食健胃、形器善于、扩张动脉、疏张血管 降血脂、降血压强新的作用 三渣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以及微量元素 能扩张血管、降低血糖 能够改善和促进 胆固醇的代谢从而降低血脂 可以辅助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生 所以,食用三渣对三高的朋友是非常有益的 清洗干净的三渣控水捞出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牛棒 牛棒茶是一种降血糖的健康饮料 它不仅可以降低血糖 还可以预防高血糖 因为牛棒里面含有多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可以调节人体内的分泌 增强人体疑险功能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加速人体内糖的代谢 增强人体的糖耐量 使人体过量的血糖尽快的降低 并且牛棒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人体内肠道蠕动 缩短排便时间 而且它能够清除人体肠道和血管中 积存的胆固醇 可以预防毒素在体内堆积 对人类高发的中风与癌症有明显的预防作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清洗好的食材全部倒入养生糊中 然后加入500毫升的纯净水 把食材煮上20分钟 牛棒中的水溶性纤维和聚糖的含量很高 浓于水之后 可以帮助糖尿病抑制胆固醇的循环 增加对胆液酸的吸收 促进胆固醇和胆液的排泄 从来减少对脂肪的吸收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之后 这一道茶就煮好了 这道茶的味道比较清淡 我们可以全天带茶饮用 三高长期以来危害非常大 可以损伤身体的各个器官 时间长了 还可以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人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平时要控制好三高 管住嘴 外开腿 适当的喝一些保养茶 对我们控制血糖 血压 预防三高 提高身体免疫力 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下个视频见